好 玉璃镇的圆环在0918的地震时候是震坏了 不少民众反应是很多 地板是隆起 军裂都没有处理好 也有民众在社群网站上贴文说有闻到恶臭 那么玉璃镇长龚文俊就表示 0918地震导致下水道来损坏 民生污水是聚积在圆环附近而产生的异味 已经向国土署申请了永续计划经费 可以大约是2000多万元的经费来改善 地板隆起还能看到很长一条的军裂横积 就连旁边的变电箱底部也能看见掏空 这里是玉璃镇的知名景点圆环 从0918地震后出现了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 两年多了都迟迟未见到处理 民众也希望有关单位能够重视 这个是民茂茂 其他的都还可以的 里长也说这些路不平的部分也会担忧长者 经过或者是骑单车的民众行经时会有危险 还有民众在网路上发表言论说也会闻到一些恶臭 玉镇长龚文俊表示 0918地震导致下水道的损坏 民众污水聚集圆环附近产生异味 已经向国土署申请永续计划经费大约2000万元的改善 现在那边有一些异味主要的原因是再次的强调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排水系统跟下水道系统受到了 这个两年前0918地震阵列 现在那边已经发生这个状况 改善是一定要的 建工所表示玉璃圆环位在玉璃镇中央枢纽 计划将修复受损的排水管道以及相关基础设施 提升排水系统的抗震能力与稳定性 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暴动